其实有时候刷牙流血 不是因为你自己用牙刷戳到自己 不是 是因为你牙医就是在发炎 应该要更彻底的把牙齿清洁干净 就是被试刷牙法 我们就是建议被试刷牙法 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被试刷牙法 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的选择 其实就是看你刷牙的方式 如果说你手动牙刷 就可以用很正确的方式去刷 其实那样就可以了 那电动牙刷是因为懒人试刷牙法 就是你放着不动它就帮你震 所以你只要放对角度放对位置 你就放着不动 震三秒再换 这震三秒再换 是比较轻松的 平均上电动牙刷的清洁效率是比较好 是因为很多人手动牙刷 他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刷牙 目前最好的方式就是被试刷牙法 就是牙刷朝着牙龄勾45度 来回的平刷两颗两颗刷 刷三秒之后再换 大概刷个十次之后再换再换这样 我都会建议就是软硬势中有弹性的那一种 就是不要到很硬 可是也不要到超级无敌软 你根本就伸不进牙龄勾的 我们希望的就是有弹性 然后软硬势中可以伸进牙龄勾 把食物刷出来的东西最好的 不要到非常硬 因为非常硬第一个你伸不进牙龄勾里面刷 第二个你常常你撸太大力 就会把牙齿给刷到受伤 尺子会被刷掉 如果是常常会刷到流血的话 刷到流血通常是因为 因为你的牙齦在发炎就可能你其实并没有刷干净 所以牙齦在发炎中 那牙齦发炎牙刷去触碰 或是我们器械触碰很容易就会出血 其实有时候刷牙流血 不是因为你自己用牙刷戳到自己 不是 是因为你牙齦就是在发炎 如果是刷到流血反而应该要更 反而应该要更彻底的把牙齿清洁干净 然后或是你去找你的医师 看看到底是哪边有问题 是不是牙齦下面已经积了很多牙结石了呢 那个你也刷不掉 也是我们需要帮你清掉的 儿童牙刷第一个它比较软 第二个它比较小支 有些像东方的女性 她的牙齿后面其实脸小小的没什么空间 那大牙刷它根本伸不进去 伸不进去它就刷不干净 所以说有时候那样子的女生 我们反而会建议儿童牙刷 来刷后牙区是可以的 就是主要是小又软 那弹性适中 你有办法伸进牙龈钩就好了 宝宝的话呢 看它牙齿发育的程度嘛 有些根本就还没长出来的 那我们会建议说稍微用湿的纱布 妈妈沾水湿纱布擦一擦 或者说有些宝宝他真的刚出来也没办法帮他刷的话 湿纱布擦一擦 把牙菌拌掉都是可以的 换了横牙之后我才会建议儿童牙膏啦 在那之前我们基本上都会建议用清水 清水刷或是纱布清水去擦就好了 大概六七岁以上再用儿童牙膏就好了 其实牙膏就算是成人 有时候用清水刷其实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用那个机械式的力道 就是你刷牙的那个动作去把牙菌斑给清除掉 才是重点 牙膏有时候其实不是重点 当然我们要保护自己嘛 就是很多医师会戴眼镜啊 避免那个水花溅到眼睛的黏膜上 或者说我们会戴面罩护目镜 就是尽量减少 肥膜可以喷到我们的黏膜 皮肤上没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伤口的话 但是嘴巴鼻子黏膜 就是会比较有感染的几率 所以我们会这样保护自己 那当然有些医师比较不在乎的 像我们以前有一个拔牙的医师 他每次帮病人拔牙 他会满脸喷到血他也不在乎 就是喷一喷他就衣服脱掉 又下班了这样 N95口罩我有拿到几个这样 我是不确定其他科别他们拿到什么 但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耳鼻后科 应该是最高风险的吧 因为病人最会去那边检查 就是我们就自己准备自己的东西 保护自己就好了